相传 第一个人类亚当 因为一块从天堂降下的石头 而建造了一个祭坛 这个石头本来是比牛奶还白的 可亚当的子孙罪孽深重 这个石头被罪人摸黑了 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亚伯拉罕 和他的儿子以史玛利 在这个地方又修建了一座立方体的建筑物 被称作天房 或叫克尔白 这块被摸黑的石头 就镶嵌在这个建筑物 东边的墙角里 起初天房里供奉着360个神 这些都是阿拉伯人信奉的传统部落神 可后来有一个人宣告 要把里面的神全部清除掉 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生于570年的麦家 他所在的古来石部落就掌管了天房 可后来家到中落 穆罕默德还没出生 他的父亲阿布杜拉就病故了 六岁时 他的母亲阿米纳也因病逝世 后来穆罕默德的爷爷 把他托付给他的叔叔塔里布照顾 穆罕默德为了不给叔父增加负担 开始替人放牧 他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大成人 当时的麦家虽然是个重要的交通商业中心 但却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 所以必须要与远方的部落互通有无 因此在他12岁时 又随着叔父外出经商 在这几年中 他几乎走遍了阿拉伯各地 还经常会遇到犹太商人和基督教商人 逐渐的 穆罕默德意识到 崇拜一个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当时他的阿拉伯同胞们 还和他们的祖先一样 祭拜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和树干 所以外出经商的建文 成为了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契机 穆罕默德在家中并不是长子 所以他继承不到任何遗产 但他耿直的性格 使他在经商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尤其是他的上司赫迪彻 赫迪彻先后两次都嫁给一个很有钱的家族 可老公都先后去世 所以赫迪彻继承了老公留下的丰厚财产 同时他也很会经商 自己又挣了很多钱 成为卖家城里的女首富 在赫迪彻40岁时 看上了只有25岁的穆罕默德的才华 而穆罕默德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寡妇 从此便迎来了他生命的转折 据阿拉伯传记记载 两人共生有三男四女 不过穆罕默德的儿子全都夭折了 只有四女儿法蒂玛这一血脉还在传承 婚后的穆罕默德 常到麦加郊区 西拉山一个山洞里 隐居前修 沉思冥想 探求解决阿拉伯民族的社会问题和宗教危机 因为他认为只有一个全能的神主宰着世界 在穆罕默德40岁时 传说他在山洞前修冥想 真主阿拉派天使加百利向他传达旨意 不识字的穆罕默德就在加百利的带领下 将古兰经诵读出来 并受命他作为真主阿拉在人间的使者 向世人传警告 报起训 在面临神迹后 穆罕默德相当惶恐 于是他回家将所发生的事情 全部告诉他的妻子赫迪彻 赫迪彻相信经常扶清济弱的穆罕默德 遇见的是神的使者 而非邪灵 此后穆罕默德便受命于主 教导人们信奉伊斯兰教 以无限的虔诚 现身于伊斯兰教事业 在他创教初期的三年里 只在朋友和亲戚间传教 到613年 43岁的穆罕默德 开始公开传教 逐渐地他开始有了信徒 穆斯林意思的原意 为顺从者 信仰者 也是伊斯兰教信徒的自称 当时的麦加贵族 借助天房里360个偶像 可以谋取大量的财富 而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 是不能有偶像崇拜的 所以麦加贵族们劝说他 停止传教 并用金钱和名利 遣散他的信徒 毕竟穆罕默德 也是古来时的族人 可当伊斯兰信徒 越来越多时 麦加的权贵们 感受到单一神的信仰 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和牟利了 于是开始对伊斯兰信徒 人身攻击和财产掠夺 大量的信徒被迫害 最终于622年 穆罕默德及其门徒被迫出走到麦加 一百二百公里的麦蒂纳 穆罕默德和麦蒂纳附近的部落 签订了一项和平友好协议 建立了一个联盟 穆罕默德是领袖 为了扩大这个和平并且安全的区域 穆罕默德还与犹太人签署了和平协议 即麦蒂纳宪章 624年 穆罕默德带领300人 袭击了一支麦加古来石贵族的商队 这支商队得以逃脱 但第二天 麦加贵族就出动了一支800人的军队反攻 两支军队交战后 穆斯林大胜 虽然他的军队人数不到麦加军队的一半 但他们却能够取得胜利 麦加军队包括指挥官在内 死亡45人 有70人被俘 而穆斯林军只损失14人 这一战位于麦蒂纳西南120公里的巴德尔 故称巴德尔之战 这次胜利成为了真主护佑的证明 为伊斯兰教赢得了麦蒂纳人的支持 巩固了穆罕默德的权威 在627年 有一支1万人的麦加军队计划入侵麦蒂纳 此时麦蒂纳城里的犹太人 想串通入侵者一起消灭穆斯林 打算在麦加军队进城后 从后方攻击穆斯林 但麦加的万人军队却没有顺利地越过麦蒂纳的城豪 麦蒂纳军撤走之后 城里的穆斯林开始对他们的叛徒进行报复 特别是对城里的犹太人进行惩罚 此后 穆罕默德便真正地统一了麦蒂纳 周围沙漠里的部落也与穆罕默德联盟 并接受了他的伊斯兰教 在统一麦蒂纳之后 下一步就是反攻麦加了 起初穆罕默德只是对麦加施加经济压力 希望麦加人能主动归一伊斯兰 并和麦加贵族签订了侯德比叶合约 规定双方停战 同时允许穆斯林进入麦加城 两年后 麦加军队攻击了穆罕默德的一个盟友 穆罕默德宣布条约失效 于630年1月带领1万人向麦加处罚 双方还没有打 麦加首领就宣布投降 穆罕默德和平占领麦加 虽然穆罕默德没有要求麦加人归一伊斯兰教 但还是有许多人主动入教了 并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 神的使者 最后 穆罕默德捣毁天坊里的360个偶像 只保留那块黑色的石头 天坊改为清真寺 自此 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 开始以伊斯兰教为核心 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632年6月7日 穆罕默德病逝葬于麦迪纳的先知清真寺 伊斯兰教的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 穆罕默德的教义简单朴素 信徒们被告知 他们必须热爱主宰世界的阿拉 他们必须尊敬父母 听从父母的教导 他们被告诫 与邻居们交往时要诚实 对穷人和病人要和气谦逊 慈悲为怀 最后 他们被严禁饮用烈酒 饮食上要注意节俭 这就是全部的交易了 穆斯林的教堂 也就是清真寺 仅仅是用石头砌成的一个大厅 里面没有长椅 也没有精美的壁画 信徒们就在这里一起阅读和讨论圣书古兰经 他们把宗教信仰牢记心间 从不觉得教会的借条和规矩 对他们是限制和约束 他们每天五次面朝圣城卖家的方向 做一些简单的祈祷 第二个成功的原因 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穆斯林军队的作战总能取得胜利 因为穆斯林士兵 把他们在前线的英勇作战 看作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信仰而战斗 先知给他们许诺 那些勇敢面对敌人的人 哪怕倒下了 也会直接升入天堂 所以 为信仰而战的坚定信念 使他们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借着为信仰 为阿拉而战的势态 穆罕默德的继任者 继续带领穆斯林军队 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征战 先后扫平了美索不达米亚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之后又击溃了波斯大军 六四二年 又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埃及 在711年 穆斯林军横扫北非 直指大西洋 并向北穿越13英里宽的直布罗托海峡 占领了西班牙 在西班牙历经近800年的统治后 于1492年再次回归到基督教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 伊斯兰教继续扩大发展 影响远超出阿拉伯帝国的边界 穆斯林相信 穆罕默德能明确地区分出 他作为先知的宗教规范和个人喜好 穆罕默德将他的错误归罪于自己 而将他的成功归功于安拉 他一再坚持 将古兰经与他的言论和行为分开对待 他也一直反对别人将他看作神 在他去世后 他的好友也是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说 让爱慕穆罕默德的人知道 他已离我们而去 让崇拜真主的人知道 真主永远不会死亡 穆罕默德有很多配偶 正式娶的妻子有13位 另外有大量的妾室 所以很多信奉多神教的阿拉伯人批评他违反了自己的教规 除了第一位妻子赫迪彻 其余的12位妻子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10年 也就是进入麦迪纳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后娶的 那时候他的结发妻子赫迪彻已经去世了 他最年轻的妻子 也是第二任妻子阿依莎嫁给穆罕默德时 年仅9岁 直到现在 一些穆斯林组织还宣称女性的合法结婚年龄为9岁 显然 这些穆斯林是借先知之名 胡作非为 穆罕默德的这些妻子中 大部分都是为战争而牺牲的穆斯林的遗孀 有一些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结合的 有些是为了解放奴隶 像阿依莎是出于政治因素而联姻的 他的父亲就是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 穆罕默德无一是世界上 唯一在宗教与世俗社会两方面都最为成功的人 出身卑微的穆罕默德 创立并传播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伊斯兰教 同时成为最有力量的政治领袖 时至今日 他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